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StupidBot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 有報導說 日本政府要 我周圍的朋友都有看到 還是 是演算法的問題 來 我們先喝 清酒壓壓驚 總之 日本的國稅局發現啊 最近20年 國內飲酒的數量下滑 很多 尤其是因為 年輕人喝的越來越少 因為這會影響到稅收 所以他們就發起了一個活動叫做 請酒換水 Sake Viva 鼓勵年輕人多喝一點酒 然後 就沒罵爆了 怎麼回事呢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日本國內的九歲收入呢 這1999年呢 已經來打了八折 跟每個成年人每年喝的量 差不多比例減少 他們從1992年 一年喝101公升 到2020年 只喝75公升 來 我幫大家換算 75公升呢 大概就是5天你要喝1公升 我覺得應該還好吧 就是三罐啤酒的量 很多嗎 我周圍的都超過欸 可能一天就這個量 還是因為我 不然到原子宮部落 啊 前陣子我還去參加什麼 太巴朗的 有理性年紀 喔 他們就是每天喝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他們的青年啊 早上喔 烈日當頭的時候就開始在跳 他們沒有給誰喔 他們是一大桶啤酒 所以有些婆婆媽媽會怎麼樣呢 帶一個那種類似你在早安店看到的那種 保溫咖啡壺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這個量 太蛋高 好像找到解方了啊 就是我們都移民過去就好了對不對 前面講到喝的少很多 其中呢 他們的青酒少更多 2020年跟1973年 比國內銷量大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他們才想說從青酒開始下手 那這個活動呢 它是一個爭鑑比賽 希望20至39的年輕人 參加提出想法或促銷方式 刺激年輕人的需求 或是用原語做相關主題去推廣 日本酒 青酒 稍咒 威士忌這些 然後也用他們這個GID的認證制度去推廣 就可能這是什麼現認證 那就只能在當地生產 用當地的水啊 這些去拉高這個的價值 其實疫情期間呢 他們一直以來 其實都有在做這類的推廣 甚至還有找深憂去參觀酒廠拍片 我覺得這件事本身還對產業蠻好 但是因為透過報紙稍微的渲染 比方說金融時報 就有一個英文的財經報紙標記就寫了 JAPAN'S LATEST ALCOHOL ADVICE PLEASE DRINK MORE 哇 一瞬間大家就很不爽 炸鍋了 想說怎麼會政府要大家多喝酒 所以有些誤解 大家覺得政府辦這樣的比賽怎麼樣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一下 雖然大家一直批評 而且已經有NGO向國稅局提出 停止該活動的請求 但不管如何 這個比賽應該會持續的辦 而且外國人也可以參加 只要提案是日文 到時決賽簡報講日文就好 所以大家來 有什麼想法也都可以跟我說 如果真的有超強的 我們也可以報名 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們的分享 我們Stewba下回見 掰掰 各位 我要出線上課程了 耶 假 真的 我的課程呢就可以讓大家在 很短暫的時間裡面 學到很多咖啡的專業知識 而且喔 馬上就可以使用 叫做小木駕 我們在期望 我們的 小木駕 我們在上課程中